实话实说啊,真正的恐怖绝对不是血热横飞,而是真实到令人感到生意不适。 这部2024年最新上演的电影《恶魔之玉》,全篇没有一个恐怖镜头,像无数人之祸,太恐怖了,太真实了,什么妖魔鬼怪啊,都不如赤裸裸的现实恐怖。 而电影也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外国存民的真实生活。 OK,废话不多说,咱们影片开始。 中世纪奥地利的一个贫穷小山村,总结就生活在这里,不过她很快就要结婚了。 在这里即将结婚的女人都还为自己编织了一顶花环,由她带着去往南方家里,一个小推车一点点值钱的家务事儿,一只大公鸡,这就是耸姐母亲和哥哥能为她凑到最好的嫁妆了。 走了半晌,他们终于来到了南方家,耸姐经历了全村人的欢迎之后,站在了婆家门口,结婚仪式正式开始。 之前婆婆亲属将耸姐头上的花环摘下,给她戴上稀罕的头巾和围裙,这意味着女人一旦结婚,不仅要相夫教子,还要操持家务。 最后,婆婆再往她怀里塞个假娃娃,寓意耸姐结婚以后还有生育的任务,而丈夫也有任务,只见她蒙住眼睛,用工具鞭打埋在土里的大公鸡,直到把公鸡打死为止。 可打了没几项,丈夫就累了,大公鸡还没死,只能由别人代劳了,很怪村民们沉浸在欢乐中。 丈夫则神神咪咪的带着耸姐去了树林内的一间小木屋,说是她刚用耸姐的嫁妆买的新房子,而且钱不够她还借了二百。 丈夫告诉耸姐不要担心,这钱他们两人一定会还清的,好家伙,刚结婚就共同承担起了丈夫的外债。 耸姐虽然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放着婆婆的能装不住,偏偏要住在这里,不过她既然嫁了人,就一切听丈夫的就是了。 晚上村民们尽情欢快,耸姐没有看到喝醉酒的丈夫抱着一个男人,直夸赞她俊美,看样子不太喜欢女人了。 耸姐告别了母亲和哥哥,临走前,哥哥给耸姐一个手帕,里边是一根人的手指。 在他们这里,断职寓意着多子的意思,女人结婚了还是要尽快生孩子,可生孩子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 深夜欢乐消退,耸姐亲吻了一下断职以后,放在了床铺下,她向上帝祈祷成为一个好妻子,最好能赶紧怀孕生子。 躺在床上,耸姐无比紧张地等待着她的洞房花烛夜,然而丈夫喝得醉醺醺倒偷就睡了,耸姐以为得自己主动。 可丈夫看到她赤裸的身体以后,竟然将耸姐转过去,紧接着就睡着了。 第二天,耸姐一觉醒来,发现丈夫已经去上宫了,她立刻起床赶去婆婆带渔场,可她并不知道路,只好让几个孩子带路。 没想到孩子们各族据将她带去树林后跑了,耸姐着急地赶路,竟然到了村里的几台前。 这里坐着一具无头女尸,女尸的头颅被放在一旁,已经生满了蛆虫,仔细看去,可以看到女尸的手指和胶纸都已被切去。 其中哥哥送给耸姐的手指就是这句女尸了。 耸姐从一旁的画纸上看出,是女尸生前将自己的孩子害死以后主动要求献祭的,可再看女尸的头颅,表情并没有猙獰,反而是一种解脱。 耸姐有些害怕,跑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鱼场,婆婆很强势,看不惯耸姐第一天结婚去晚起,命令她拿着网兜赶牢鱼的火,可这需要强大的臂力,一看就是在刁难她。 但耸姐觉得是自己犯了错并没有反抗,中午发放食物时,婆婆让耸姐负责,有个大汉想有两个馒头,好心的耸姐递给她两个,却被婆婆抢了过来,让大汉赶紧滚,而这些全都被一旁的丈夫见收眼底,可她依旧冷漠,耸姐也并不好反抗,只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好。 晚上劳累了一天的耸姐,回家还得做饭招呼丈夫吃,睡觉时耸姐再次亲满了下手指栽到长布下面,她渴望生一个孩子,然而无论她如何主动,丈夫依旧无动于衷,耸姐很郁闷,彻也难眠,第二天她去到教堂,看着纯洁的圣子,她希望上帝能赐给自己一个孩子,或许是耸姐肚子还没有动静,婆婆和她路过小溪时,见到了一个正在喜悦经的女人,婆婆说,这女人永远生不出孩子,似乎在提醒耸姐什么,耸姐虽然每天都很焦虑,但好在她因为洗衣服,认识 她开始了一个好朋友闺蜜,闺蜜会送给她自己制作的发夹,还会带她去树林玩,渐渐的耸姐的心情得到了很好的缓解,可这天,耸姐因为和闺蜜玩,忘记回家做晚饭,等她着急的回到家时,婆婆已经把饭做好,丈夫早就吃完了,而等待耸姐的将是一场压抑至极的摧残